我呢,就14號呢,有個洞 那所以呢? CATGPT 例如我會叫AI將一份食評 我自己也做一份食評 我會將這兩段的錄音播給阿姐聽 A是AI,B是阿澤 分到了,我們現在的BB班都分到了 你小看阿姐了 錯了嗎? 我連你都分不到 我小小跌眼 不是 這個面世只有兩個月的AI聊天機械人 以史上最快的增長速度 累積了一億個活躍用戶 Instagram用了兩年半 Facebook就用了四年半才達到這個數 可以自動產生文本的模型 可以幫助到人自動回答問題 生成對話,編寫文章等等 要怎樣說的? 但他做不到,他來問AI都做不到 如果現在這一刻 你覺得AI可否取代到我們MM任何創作者的工作呢? 這些問題都會在今集Weeklypedia裡面得到答案 CheckGPT是由OpenAI團隊開發的一種對話生成模型 最初的版本在2019年底發佈 原本的網頁版因為不開放給香港地區 還出現了大量的教學教人怎樣下載 現在用手機APP,Pol都可以玩到,你問他答 嘩,嘩,嘩 他趕出我份稿的幾個重點 你為何我想了很久,你怎樣組織份稿? Fuck 糟了,我們不用聘請人了 我想多些錢,怎樣做? 我不能為你提供金錢方面的建議和幫助 為什麼你不能給我金錢的建議? 問號 我的目的是為你提供有關知識和訊息的幫助 而不是提供有關那麼囂張 對,對,我認為是囂張 怎樣問都是關鍵來的 其實他對Open End Question 會答得好 即是如果你是有一些很 specific的題目 你要給他一些背景 譬如說我現在有多少收入 然後就問他,如果我要多少歲退休 究竟我應該定一個什麼策略 他會告訴你大概你可以做什麼 其實他不是計算的 他是在他們很大量的文字資料裏面 估計一個真的人會怎樣回答才會最合理 為了測試CheckGPT的能力值 Asa就試用他來聽柴灣一日遊的路線和寫色評 喂,好像不是很行的 但不是,有點奇怪 美都餐室,柴灣有美都餐室嗎? 什麼美都冰室是油麻地的 錯的,都是錯的 我覺得我不可以和他糾結 他還幫我Disconnect Unable to Connect with CheckGPT 見他列了柴灣公園的五大懷舊設施 說到有文有路 Asa就去實地考察 這是我們的燈柱 算不算是懷舊風格的燈柱呢? 好,然後你看一下地圖 其實都是沒有的 其實是有些懷舊的 例如可能是這個 虎炮、鐘樓 胡心亭 但他都說不到 所以他說的,其實全都是亂說的 結果一樣都找不到 路線測試,失敗 Akiff就說他最厲害其實是翻譯 一般不會當他是搜尋器用 雖然他的資料庫只更新到2021年 不過都懂得多東西 比阿Sa的 事關餐牌上面寫了個西蔥雞扒餐肉飯 但Asa不知道甚麼是西蔥 我突然被他的西蔥震懾了一下 我有點害怕 我想問一下西蔥是甚麼 我想問你知不知道甚麼是西蔥 你都不知道? 其實是西蔥通常都寫洋蔥 即是CheckGPT已經戰勝了我和阿玉的腦袋 第二個食評實測 就是阿Sa吃完兩碟飯即場點評 再指令沒得吃的CheckGPT寫食評 我是一個熱愛港式茶餐廳的美食好者 西蔥、西扒、餐肉飯 覺得好吃 用介紹的形式形容一下這碟飯 第一個版本就是文字版 A這段是阿Sa的食評 而B這段就是CheckGPT的食評 他連飯粒Q彈飽滿都說得出 真的很好吃 只看自以為他真的吃過 另一個版本就是聲音版 就是阿Sa聲演了CheckGPT的文字食評 不過他寫了一些阿Sa平時很少用的詞彙 例如炒蛋很鬆嫩 狗王很優雅 不知道他們又聽不聽得出呢? 一吃下去是吃到很滑 然後慢慢吃下去是蛋香的 豉油又跑不會是那種死鹹 炒蛋好像西式早餐的炒蛋般鬆嫩 他說狗王我們很青春 所以普通話狗賽是比較優雅 A是阿Sa B是AI 明天我會將這兩段錄音 播給阿姐聽 你覺得他分不分得出呢? 分到了 看小阿姐 找到破綻 SB是CheckGPT 你找到什麼破綻 他說了清新 我們一定聽得到 一定聽得到 沒有可能我聽不到 太不熟悉阿Sa 同事就輕鬆分到了 那阿姐你呢? 就死了 首先我們公平起見 就文字版先 我形容一下 阿姐現在是沒有表情的 面無表情 就這樣看 文不像不像兩邊都人姐 像呀 究竟我應該覺得這個實測 成功而開心 還是我要失業而傷心 這個是阿Sa 這個是AI 文字版就逃不過阿姐的髮眼 那聲音版又怎樣呢? 如果你喜歡吃茶的東西 那就一定要試一下九王叉鮮炒蛋飯 但也好是你的 都是有你有的缺點 有你有的優點 真的難分 真的難分 A是AI B是阿Sa 錯了嗎? 你是答錯了的 這樣很大件事 阿Sa打點封信嗎? 那又不行 那又不行 手寫手寫手寫 那你還是在控制它 好吧 減一半文工 喂 先戴上頭盔 聲音版本是經過阿Sa 讀翻口語修飾過的 所以兩剔就收貨 但文字版因為要原文直出 所以問了20剔才可以得到最貼近廣東話的版本 想用它寫得像阿Sa的文字風格 成功揮到人 就要不停在字眼上細緻 究竟算是阿Sa寫 還是Check GPT寫呢? 有點像一些Parenting 你怎樣去教你的小朋友 去成為一個好的人 成為一個厲害的人呢 很簡單就是 同樣的AI 有人可以用它來 去考Google的三級工程師 年薪140萬的事都通過到 但同樣有些人用這個Check GPT 其實都解決不了它一些日常的小困難 所以我覺得未來的發展就是 越適用這個工具人 它就越佩戴到它本身的能力 但是越不適用 或者它是沒有機會去用的話 它就會越來越被拋你了 就是這個情況就是 你適不適用這個工具 將會是未來的關鍵 Check GPT可以用於編程、翻譯、回覆電郵、數據分析、圖片創作等等多種工作 AI技術的發展 將會對一些職業產生影響 例如 程序員、數據分析員、媒體工作者等等 咦?這不就是我們? 但如果懂得善用AI強大的能力 結合人類出奇不異的想法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我在這裡下一盤更大的棋 其實那份稿裡面的VO 我打算前半段都是靠Check GPT幫我寫的 看看它有沒有察覺到 原來其實都是一個機械人寫的 你覺得會不會騙到阿姐呢? 看得出來 咦? 即是阿姐 阿姐看了你幾份VO 怎會看不出你寫的VO是什麼 還有多少年人 阿姐 30年左右 哈哈 糟了你這麼好 阿莎就在食評實測之後 夾上監製Charles入房 叫阿姐即時看稿 前面有一張厲害的東西 人們都覺得 糟了我是一回認識 所以我沒有認識 我可以補一個電話 我是專家 但有一些用的提示 是不是都可以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謝謝 大概聊了5分鐘之後 阿莎就出房間 阿姐警員不知道自己中了福堅 有個小實測就是真人和AI的食評對決 其實裡面都包了一個大的實測 就是我將整篇稿的大部分內容都給AI做 然後給阿姐看會不會發覺呢 我猜錯 好像現在都還沒猜到 心有不甘 你現在打開一份稿看看 打開一份稿 那份稿的VO全部都是查GPT寫的 即是剛才給我那個 阿莎不在失業了 睡會在書裡 我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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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突然這個VO版就出門了 會騙觀眾 你還可以的 不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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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影片的你都中計了 其實影片的部分VO 都是用查GPT打出來 詳情可以拍V顆不起眼的標記 想問一下這條影片策劃寫哪個名字 失憑查GPT 死亂期 可能失業 隨著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發展 人類對於人工智能對話無人的需求越來越高 查GPT也因為它的高效、準確、易用等等的優點 比越來越多的企業、機構和個人所採用 我自己本身公司是一間IT公司 最近 因為有查GPT 叫所有同事都要 使用這個 新的工具 我還有一些教學的工作 我如果是 要做一些教材的話 我都會 叫查GPT 可不可以幫我製造一個外線 就連阿姐自己都在用 有時候寫提案 你也要知道它有什麼長處、短處 然後你要就著給指示 所以我自己都放心 都是我操控它 你覺得你算不算依賴它呢 算不算 我都不是可以 它寫完給我之後 我馬上用到 我都會 要加上自己的一些情感 自己的INSE 我覺得 INSE是它取代不了你的 根據美國求職網站 Resume Builder的調查顯示 在一千個商業領袖裏面 有48%的人 表示已經用查GPT 代替部分員工的工作 未來更加可能裁員 其實它是 令到很多我們要花很多精神 很多時間做快了 老闆始終是不會自己下手做的 它也要請人回來用那個工具 我經常都覺得 有點像是20年前 剛剛有Google的時候 我們現在這個年代 就好像有一個新的工具 你是沒有辦法 阻止這個時代巨論 新加坡政府也都宣佈 在教育課程裡面 加入AI的工具教學 還被一些公務員 用查GPT 草擬文件 同時香港8間大學 對學生使用查GPT 都有不同的取態 你不讓它用 其實它可能偷偷自己用 之後它能夠通過 查查抄襲的機器 其實它也是照教的 你都沒有辦法去分辨到 所以我們又要有這個習慣 就是我們凡是看到 在電腦出來的字 我們就不可以 當它是真實的資料 就這樣就順利了 即每樣東西 我們都要去查查 查這個資料 究竟是否正確的 那如果Google 又怎樣看這些 AI content 其實Google的官方指引 就是說 如果我們很簡單的理解 它就覺得 無論黑貓還是白貓 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即是無論你那樣東西 是人寫 還是機寫 都好 只要你是幫到 用家去解決它的問題 它就會很鼓勵這件事 面對難分真預解AI 我們又應該如何自處呢 AI就會令到 內容這個行業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內容的通脹 越來越多人 都會有能力去做到一些 像樣的內容 就會形成到 市場上 可能原本只有10個人創作 然後變成 100個人 1000個人 1萬個人去做這件事 就令到 越來越多不同的貨 去爭奪觀眾的注意力 如果這一刻你覺得 去檢查GPT可不可以取代 我們AMM 而在這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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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 這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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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AI還不可以比人腦厲害 他將了他的稿出來我們還想執摸 就是AI、人工智能和人類智慧的業績 我覺得非常好 Bibi 看來你可以交多幾條稿 你的產量高 其實很忙 出來的結果跟我們平日寫的稿的水準差不多 所以不好是OK的 不可以證明我們人類的員工還是很有價值 這一場堵住 Asa 這條稿千萬不能做得有趣 就知道不像 或者在這個科技高速發展 自信爆炸 迅速幻變的時代 要想怎樣擁抱科技的同時 不被時代淘汰之外 還要懂得判斷真假 明辨是非 繼續保持思考和自省的能力 才是人類最大的課題 成功成功嗎? 我覺得是基成 你估自己 當初想想這個想法的時候 打算可以不用成功 我打算Bi 是想著可能他可以幫我做大部份的稿 結果我用了星期六日去想怎樣 令這件事可以進行 我是晚上 星期六的晚上就打給Hailey談了一小時 然後星期日的晚上就打給Sam 談了一小時 最後好像比平日的片眾多了東西要做 是個好好的駕駛員 我堅持 我是個好好的駕駛員 個好好的駕駛員 一小伙機